士兵一把抓起鲨鱼 将它拖到了皮筏上 然后拔出匕首 一刀刺死了鲨鱼 割下鱼肉就开始生吃 这三名美军飞行员因为坠机 已经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 救生罚上的食物早已经吃完 为了活下去 他们只能吃看见的一切食物 就在三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天上突然出现一架战机 士兵连忙挥手求救 拿出信号枪朝天发射 战机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士兵以为终于得救 没成想战机掉头之后 开始疯狂朝他们射击 士兵见状连忙跳进海里 躲避日军战机的子弹 但水里的鲨鱼也早就虎视眈眈 士兵又连忙挣扎着爬上皮筏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日军的战机再次掉头 发动了第二波攻击 士兵只能再次跳进海里 抓住皮筏上的绳子 一脚踢开鲨鱼 成功爬上皮筏 日军战机因为燃油即将耗尽 并没有发动第三次攻击 三人因此逃过一劫 但皮筏被子弹打穿 击退了鲨鱼之后 这名士兵再也坚持不住 最终死在了队友的怀里 队友用衣服将他的眼睛蒙上 慢慢推进了海里 随后剩下的两名美军士兵 在海上又漂流了45天 就在两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突然眼前出现一艘军舰 两人被鬼子抓住 面对他们的将是惨无人道的折磨 等到士兵再次醒来 已经被关在了一个小黑屋 透过门板的空隙 看到自己的同伴正被鬼子虐待 他愤怒地用头撞向门板 随后他就被抓了出来 带到了鬼子军官面前 一番审讯之后 鬼子并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 于是将他关进了小黑屋 狭窄的空间让士兵情绪失控 但折磨还仅仅只是开始 鬼子要两人脱掉衣服 然后跪在地上 用冷水不断冲洗 这让士兵感到尊严被践踏 忍不住哭了起来 第二天两人被蒙上双眼 带到了日军一个集中营 这里的鬼子军官杜鞭 是一个变态的恶魔 一言不合就殴打美军俘虏 士兵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就遭到了一顿毒打 千万别惹这个变态军官 这名战俘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鼻子就直接被打骨折 但路易斯依然顽强地站了起来 鬼子军官见状又是一棍 再次将他打倒 但路易斯依旧顽强站起身 鬼子军官只好警告他 随后他被鬼子罚站一天一夜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杜鞭在战俘名单册上 发现路易斯参军之前是一名运动员 这让杜鞭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他让自己的手下 和路易斯比赛跑步 一晚上的罚站和长时间的饥饿 让路易斯体力不支 一个踉枪就摔倒在了地上 为了摧毁这些俘虏的意志 杜鞭会突然冲进宿舍 随机挑选一个战俘就开始报答 路易斯想找机会杀了杜鞭 但同伴告诉他 杀了杜鞭大家都得死 只有永不屈服才能真正打败他 第二天 杜鞭为了摧毁路易斯的意志 让手下将他的手捆绑起来 然后要求集中营所有的战俘 都朝路易斯的脸上打一拳 但战俘们都不愿动手 这时鬼子抓来一名受伤的战俘 然后告诉其他人 如果谁不愿意动手 就给受伤战俘一棍子 路易斯看着冰死的同伴 愤怒地朝其他战俘大喊 战俘们迫于无奈 只能排着长队 一拳一拳砸在路易斯脸上 很快他就被打得无法站立 从清晨打到傍晚 路易斯也不曾求饶 但从这以后 杜鞭变得更加残暴 疯狂抽打路易斯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冬天 路易斯也终于迎来一个好消息 这天杜鞭告诉他 自己即将调离这个集中营 临行前特地来和路易斯道别 看着杜鞭离开集中营 所有战俘都松了一口气 杜鞭调离没多久 集中营就遭到了盟军的炮轰 路易斯看着远处的炮火 以为自己离货就已经不远 但一旁的御友却告诉他 如果盟军赢了 鬼子会将他们全部杀死 第二天一大早 路易斯就被鬼子叫醒 这里冰天雪地十分寒冷 所有俘虏都一身漆黑 被迫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 集合所有战俘之后 这时路易斯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直接被吓到双腿一软 这里的指挥官居然是杜鞭 杜鞭看见路易斯之后 上来就是一棍 接下来的日子 这群战俘的工作就是挖煤 超强的劳作让他们不堪忍受 只能期盼着盟军早日胜利 这天一头鬼子士兵 故意一把将路易斯推下 路易斯因此摔断了腿 但鬼子军官并没有放过他 让他举起地上的木头 胆放下就直接射杀 一头鬼子军官要求美军战俘 举起重达50公斤的木头 但长期的饥饿和压迫 早已经让这名俘虏体力不支 最终使出全身的力气 才勉强将木头举过头顶 这时鬼子军官告诉一旁的手下 一旦木头掉下来 就直接开枪将其击毙 很快十分钟过去 路易斯开始体力不支 摇摇晃晃差点摔倒 但他依旧咬牙坚持 他要用不去的意志打倒鬼子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路易斯靠着顽强的意志力 已经坚持整整四个小时 一旁在挖眉的战俘们 都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火 开始给路易斯加油 这让杜边开始感到恐惧 路易斯眼神坚定地看着鬼子军官 他知道自己只有靠不去的意志 才能真正地打败这群禽兽 他大喊着用尽全力 再次将木头高高举起 他死死地盯着杜边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绝对不能被打倒 这下彻底击溃了杜边的心理防线 他不敢相信 一个被自己折磨了两年的俘虏 意志力还能这么顽强 杜边最终恼羞成怒 冲上去用怒棍打倒了路易斯 路易斯虽然倒下了 但越来越多的俘虏站起来了 发泄完之后 杜边仰面朝天跪倒在地 他知道自己输得很彻底 路易斯是他最想征服的人 但是即使自己用尽各种手段 也还是败在路易斯面前 自己连一个人的意志都无法摧毁 又如何去摧毁一个国家 不久后日军战败 鬼子将所有俘虏集中在一起 准备将他们全部射杀 但这群俘虏早就不再惧怕死亡 一个个都面无表情 随后鬼子将他们全部赶进一旁的河沟 正准备开枪射杀的时候 一架美军轰炸机从头顶飞过 美军俘虏开始兴奋大喊 战争终于结束 轰炸机投下大批的物资 所有俘虏都得到了解救 路易斯也成功回到美国 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杜边沐浴在日本投降之后 还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但最终美国赦免了他 路易也选择了宽恕 并且在日本举办的奥运会上 他担任火炬手再次踏足日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